调查组的新组长似乎也正在另一辆车上赶到现场 是那个人型机械人上司吗? 第一天就投入现场? 没问题吗? 我不觉得我们配合得来 开始 接下来的新闻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东京奥兰匹克 各地都热纳非凡 看啊,这新的PDA 我让妈妈买给我的 真的假的,是最近推出的那个吗? 那贵国超强的耶 而且枪击中文也变得超好的 要来虚拟咖啡厅吗? 现在的话马上给你安排座位哦 啊,这位小姐姐 要不要来一杯啊? 你好,我是人型机器人导游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 什么鬼啦 太容易让人混淆了吧 非常抱歉 下次我会努力问你一下 AX2 16年 由于世界局势的大乱 功力已经被废除 人工智慧和机械人技术发展迅速 过去被多次描绘的科幻电影中国世界 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电视和电脑的荧幕转化成了全息投影 纸张和货币消失 被电子的货币以及纸张取代 曾经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的事物 大部分都已经成为过去的遗物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 就连富有门把的手 门也显得稀罕了 所有的物品通流都实现了自动化和无人化 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利落和舒适 如果有一天这个地球真的变成高科技到这种程度的话 大家会害怕吗 无疑发展给人们带来好处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光明和黑暗两面 崭新的时代也同时意味着开启了崭新的犯罪趋势 对不对 这辆路面电车已经被我劫持了 为了我们乌尔兹德布里的理想 你们将成为牺牲品 正式名称 第八代马格里布斯路面电车 称作为路面电车 车内狗王硬气传来了劫持饭的笑声 随后他还要说把电车撞向政府大楼 车上的乘客们都惊慌失措 此时唯有一个男性乘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反应 他依然坐在座位上 双臂交叉 麻烦地仰望着天泡板的扩引起 然后长长的叹息之后 他轻声地说了一句 一个小时后 刚刚被绘入地面电车劫持事件中 一脸嫌恶的男人 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返回了自己工作的办公室 尽管他刚刚还面临着可能上面的危险 但好像很平静 蛮不在乎 你先相信吗 爱豆 我在这个月里 我在这个月里 已经发生两次卷入地面电车劫持事件了 这也太扯了吧 你真倒霉呢 书方前辈 上一次被绘入的时候 你还说 感觉像是劫匪片 看起来还有点兴奋 即使是戏剧 也不会连续两集都是电车劫持的故事吧 我就不应该去防卫省了 真的倒霉透了 为什么我总是遇到这种事情 是因为你平时的座位吧 哈哈哈哈 入朝 我有一直认证工作吧 到底哪里不行了 长相 别欺瞒淡血的侮辱人啦 而且这跟我平常的座位没有关系吧 总之 书方前辈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对啦 那其他乘客呢 希望你一个人从路面电车逃出来了吗 怎么可能啊 我想办法包了紧之后 逮捕了截止犯 其他乘客也安平啦 而且我怎么可能会逃走 毕竟我们工作宗旨就是保护市民啊 为了能应对日益复杂的犯罪事件 存在着一个由军人警察和民间人才组织成的警备组织 就是我们这个狗组织嘛 那就是这里 特务组织奥尔多 这里是各个组织中选拔了在分析能力 战斗能力 运动能力 医疗技术 跟科学技术 药学等方面都表现优秀的人员而成立的超级特种部队 奥尔多特殊调查组的第一组成员分别是书方、鹿草跟翡翠三人 每个人都是被认定有高能力的案件侦破专家 对他们来说处于犯罪案件犹如家常便凡 尽管如此 当事人被捡入案件当中可算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顺利说一下 奥尔多被赐予了调查权和武力装备 一同词 书方才能够应对刚才发生的结局事件 但是该组织并没有向外公开 明天的新闻将会以当地警察解决的这种案件来报道这件事情吧 最近不仅仅是救市区 只有连这边也发生了很多可怕事情了 真是让人进不下醒来 翡翠一边不安的喃喃自语 一边用智慧咖啡机制作咖啡牛奶 他把装卖咖啡牛奶的杯子递给 经历了悲惨着雨的前辈 这可能是翡翠鼓励前辈的方式吧 书方简短的道谢结果了杯子 咖啡牛奶的甜味渗透者疲惫不堪的书方身体 在这里工作 心理善良的后背十分钟压挖油 如果我被捡入什么事件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像前面那么冷静应对耶 不会有事吧 艾斗也是在必要的时候能复诸行动的人 应该说连续卷入两次同样的烧动的话 任谁都能稍微冷静下来的 这是因为前辈有勇气才做得到啊 而我 你不用担心啊 你被捡入是这样本来就不会发生 只是这个男人的运气差到离谱 要你管 但是万一真的被捡入什么事情的话 别勉强自己哦 如果我们优秀的情报分析员说的事的话 会影响以后的调查工作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担心哦 不用谢 露草对我总是特别严厉的呢 偶尔也对我温柔一点嘛 即使放任你不管你也不会死掉吧 太过分了 露草冷冷的撇了一眼无法接受 乱叫着舒芳 翡翠晃慢的看着两人的脸 这正是特务组织欧耳多特殊调查组第一组的日常 能够如此迅速的解决劫持事件 不愧是舒芳前辈哦 嗯还好吧 尤其是因为我在军队的时候 也对付过危险的家伙吧 可能习惯了 虽然是惹人厌恶的习惯 前辈本来必属于航空自卫军的特殊作战团队对吧 负责对抗恐怖分子之类的工作 你有没有感到害怕呢 如果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了 不过我靠毅力提力熬过来了 如果我也像舒芳前辈那样就好 就好不要以这种野人为目标 谁是野蛮人啊 舒芳前辈并不是野蛮人 他很酷 当然 卢草前辈也是 你们两个都是军队和公安的精英啊 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特殊的人来说 竟然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 感觉就像是梦一样 反而觉得负好意思呢 翡翠也有可取之出哦 大概正因为如此才被选为透屋组织的成员吧 是啊 艾斗不也是很出色的精英吗 在情报分析方面 成绩名列前茅吧 相当厉害哦 我觉得你应该要更自信一点 干巴得 话说回来 路程的经历也很不了不起了 你是来自公安厅的吧 即使履历优秀 也不可能那么容易进入这里的 你一定付出很大的努力了 平时也很努力工作呢 为什么要生气啊 我觉得他在这害羞 真是不坦率呢 在今天的任务中 你将会陷入难以想象的麻烦中 别说那种话 不要在乱生气的时候诅咒别人啊 要是真的发生了怎么办 吃乖乖 抱歉 事实上 树芳 因为其自身不幸的体质而卷入麻烦 也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他原本立志当一个警察 然而在住址考试会场是被自卫军的人才发掘者 以招聘为名强行带走 结果他辗转往复流落到了欧尔多 嘛 虽说我也不是不喜欢啦 这种地方 说实话 还是有点遗憾没能做到被城里人称为巡警先生的生活 不 真的是非常遗憾 不过前辈 今天除了早上的骚动之外 上班的时候没有其他麻烦事 真是幸运了 有麻烦事情要发生了 诶 说法等到了同事的议论 走到了办公室的村边 望向外面 他带着痛苦的表情 用下巴示意入口附近 怎么了 在路面上有一个男人顶着头带着麦克风演讲 由于他的口吐谎言 而且演讲内容非常激烈性 行人们都匆匆围绕着他 我们坚决反对举办东京奥兰匹克白日德兰海域战斗以来 世界德烈痕都完全没有被修复过不是吗 在这种情况下举办世界和平的政典之类的东西 好不容易回到这边了 却被那家伙纠缠 还问我 你对国家愚蠢的决定有什么想法 什么的 真是辛苦你了 翡翠只能心怀同心的对着舒芳说出这句话 那个人最近每天都在演讲 坚决终止 应该立刻终止 他的声音很大 有点吓人 演讲是他的自由 但为什么要在这里演讲呢 因为这个区域是有防卫审和公安厅吧 他在向那些高层官员表达诉求 虽然没有人保证他的声音能传到他们耳中 东京奥兰匹克的举办议涉及人权问题 我们坚决反对 书方没神采的看着呢 正在发表激昂演讲的男人 随意的喝下了一口咖啡牛奶 明明现在已经不是东京了 而是Kanto了吧 DokyoじゃないKanto desu 然后我们第三张 诶? 海上都是Kanto 这是曾经的东京如今的名字 与其说东京相较往西 整个日本列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无论是东京还是其他国家城市 都在逐渐改变世界的名字和形态 西历2000年左右 全球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南北极的冰地消失 海平面上升了120米 很多街道和国家都被海水淹没了 日本也不例外 关东平原全部沉入大海 曾经被誉为最高层的建筑和电波塔 现在已经近一半沉入了海中 沉入了海中的部分地区 建造了小型岛屿状的海上城市 在日本最大规模的海上城市群 就是海上都市 Kando 岛屿被分成了一块块街区 岛屿岛之间通过桥梁和水下隧道相连 另一方面由于气温上升导致干旱家具 无法居住的土地也在增加 这一切带来的是人口流动 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等问题 在这种危机时期 展露头角的是香蕉笔前 开发技术迅速成长的人型机器人 人型机器人是模仿人类形状和外貌的机器人 在建设海上都市Kando时 人型机器人被广伐应用很受其中 随后人型机器人的有效性再次受到关注 并引入了各个领域 包括民间和公共事业 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军事用途 但现在主要从事基础设施管理 医疗工厂和服务业等工作 如今可说是没有人型机器人的话 就无法维持人们的生活了 随着人型机器人被引入各种局场中 特务组织奥尔多也不一例外 至今天吧,新的特殊调查组市长上任的事情 翡翠看着窗外的景色 无意识地说出了刚刚的一篇文化 他似乎是因为看到演讲的男人身边有 清洁用人型机器人 所以想起了这种事 在窗边语书方面对面交谈 因此没有注意到坐在办公桌上的路潮 然后皱起了眉头 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的新上司竟然是人型机器人 是那个研究部门的人开发出来的新型号吧 好像说他是可以成为人类司令官的个体 我听说他是为了最后阶段测试才来我们这里 人型机器人基本上是根据人类的指令进行工作 而给人类下达指令的人型机器人非常很少 在世界中也是少之又少 此外人型机器人被投入到调查现场仪式本身 是日本首次的尝试 国外好像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听说特务组织南欧联合国分部里 已经配备了人型机器人的司令官 还有传闻说FBI和军情武处的部分指令 也是由人型机器人发出的 人类被人型机器人使用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大家害怕吗?如果真的遇到那种时代的时候 虽然现在已经差不多很多那种功课啊 还是那种系统检查的时候会稍微用到AI 然后那种电影的时候也会用AI来换脸什么等等的东西 大家会害怕吗? 书方虽然都懂着 但似乎并不那么关心形上司 反正不管上司是人类还是人型机器人 我们要做的东西都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翡翠却难言兴致伯伯的样子 他的眼睛如同孩子般闪耀着耀眼光芒 不知道那个人啊 哦不对 不知道那个人型机器人是什么样的呢? 谁知道呢? 我从研究部门的普普那里听说了很多 好像是那个人型机器人是他的最高杰弱了 据说他的性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人型机器人 我被委托监控那个个体 有点期待呢 说回来 普普和你 关系还不错嘛 是啊 不 不知道呢 可能只是我这么觉得 但他并没有这么想 虽然由于我要负责监控那个最高杰弱 所以最近有经常去研究部门 跟他是多聊了一些 如果在那个人面前露珠破绽 说不定会在你身上做了一些可怕的金片 什么的 我上次在研究室打科斯 怎么办 我看起来有问题吗 开玩笑的啦 那个人 对人型机器人才有兴趣 不会对同时做的 应该 那太好了 无论如何 如果能来一个性能优秀的家伙 那就最好不过了 是咯 啊 要不要办个欢迎会呢 没必要吧 对不起 翡翠犹如被责备的小狗一样 变得越来越小 好可哟 书芳根本无法想像 如果是人类的伤私 从今后一起工作角度来说 为了加深彼此的关系 欢迎会或许是需要的 然而人型机器人总统只是机械人 书芳能带众浮现出围绕着人型机器人 举办宴会的奇特景象 让她的情绪错综复杂 因为普普拜托我 请跟她好好相处 所以我才想弄个欢迎会什么的 爱豆还真是尽责呢 书芳苦笑着 用手抚摸着可爱的后背头 翡翠有些惊讶 但似乎并不讨厌 她那谦卑的气息消散 露出了害羞的笑容 不过爱豆主动提议举办欢迎会什么的 真是少见了 你不是不设常有这些的吗 是呢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的人或许会紧张 但对方是个人型机器人的话 其实说实话 新的丧失不是人类 让我有点安心 不是人类所以安心 前面门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丧失是人型机器人的话 也不会有人计关系上的麻烦吧 而且不会需要支付薪水 上面也能减少成本 这种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明目张胆的说 关于新的上司的话题变得热烈 然而翡翠注意到室内一个成员 完全没有意思加入对话 你有听说过什么吗 关于新的市场的事情 他的回答简短而冷淡 躲在桌子上拖着脸颊的路草 散发出一种可怕的不悦气息 书方黄然的回想着 帅哥连生气的表情都那么美丽啊 面对路草态度的突变 翡翠无法掩饰自己的困惑 书方将手臂打在了气馁的后背肩上 低声的耳语了一番 说起来你三个星期一一直在研究所 所以不知道 路草的家伙得知新的市长是人型机器人后 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他讨厌人型机器人来着吗 怎么说呢 虽然讨厌了各种理由 但追根究底 人的内心还是无法轻易的窥视 书方很快放弃了寻找答案 大概是那个吧 因为比他长得帅的人型机器人要来了 所以感到焦虑 路草夹照的指了一声 顶着书方 他散发出的杀气让人感觉随时会被看穿 什么啦不对吗 那你为什么那么烦躁啊 欲礼无管 都怪我提起这个话题了 看着快要泪眼婆婆的后背 路草似乎也感到愧疚 他深激一口气以平息心中的烦躁 翡翠你没有错 反而是我不好 抱歉 刚才完全是我迁怒于他人了 路草的气氛缓和了一些 翡翠也松了口气 尽管如此 他仍然微微说说 悄悄地躲在书方背后问道 路草前辈对于人型机器人成为丧失意识的看法是 无法赞同 为什么 无论他们性能多高 机械终归是机械 他们是应该被人类使用的东工具 工具只要乖乖地听从人类指令就行了 这个确实是现在的人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机械是对人类来说 就是帮助的嘛 就是他们是帮助我们让生活变得更好 但是有一天突然间变成他们在我们之上的话 那我们是安全的吗 这种未知数是人类最害怕的事情 翡翠不由自主地向办公室门口望去 他一直担忧着 布普可能会突然冲进来说 你说我的最高杰柱是什么工具 而且我们的工作总是搬起着危险 上时的指挥可能会决定我们的生死 这个这么说他也是对的 如果那个机械人啊 AI啊 他们在安排我们做事的时候 他们的AI的那个 资料库没有那么庞大的话 我们会被他们 就是警察那些啊 会被他们送入火场里面 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机械的判断上无法接受 但是他们不会犯下类似人为的错误吧 或许反而能够更安全的执行任务呢 事事无绝对吧 这话也没错了 但要是这么说的话 无论是人类的上司 还是人型机械人的上司都没分别吧 而且医疗医域也有同样的人型机械人的工作 那里跟这里都一样是性命有关的工作场所吧 在医疗领域 人型机械人只被允许做简单的工作 只会和判断最终还是由人类来做的决定 再者 即使同样是性命有关的工作场所 医疗领域和调查现场也是完全不同的 陆潮的情绪逐渐高涨了起来 谈论新市长的话题本来只是个闲聊而已 医疗没有想到会议变成这样 显得有些混乱 不过我也能理解陆潮前辈的说法 前辈对人型机械人担任司令官一事 也并非完全没有感到担心 如果问他是否反对那也不是 他现在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想的 正于如此他才想听听陆潮的意见 比如说如果在某个任务中 某个平民和书房都处于生死边缘的情况下 这是个令人讨厌的劣子 闭嘴听我说 两个人之中假设只能救助其中一个人 你认为人型机械人真的能做出正确判断吗 而且那个判断是否绝对的正确 这个点的话其实就跟刚刚书房讲出来的一样 人类跟机械人他们的判断 其实多多少少的会有一点点一样 因为怎么讲 就是有对有错啦 人跟机械人的判断的话 调查现场的判断是非常复杂微妙的 大德观念和经验也显得相当重要 无法想象区区一个机械能够胜任司令官的工作 入朝的观点或许有点道理 但是一旦展开这样的争论 那样人类总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吗 也会让人有这样的疑问 虽然人型机械人专家们目前还在各种观点上争论不休 但是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顺便问一下 刚才关于我和平民需要救助的问题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救谁 现在特殊调查组负责拟定作战计划的正式入朝 但这种任务也将从今天起由新任的市长负责 入朝干脆利落地回答了书方的问题 当然是会想办法救下平民和书方两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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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朝 不禁结巴了起来 陆朝的回答出乎意料 书方因不止所措而感动 一时摸不着头脑 毕竟失去了一组宝贵的肉体 劳动力是非常可惜的 他标准的计划是可以的啦 还给我,把我的感动之情还给我 入朝没有对书方吐槽做出反应 表情又变得不悦起来 总之,我反对机械人担任人类的指挥官 被投入到调查现场的人型机械人 肯定会优先完成任务 这一点确实有一点对耶 因为以我们的认知里面的话 机械人是 就是他只是根据着指令 然后完成任务 就像是他被指令去救人 然后他的前方有 呃,一个即将快死啊 还是什么那种 他会救谁呢 这个时候 他们会可能可能会判断成 一个就是两个重伤的 一个快死了,一个还有希望 他可能会去选择 那个有希望的 或者他会去选择 那个快接近死亡的那个 就是你就你就其中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可能也会变成 变成更危险那种 为此他们可能甚至不惜牺牲不下 发生类似以前战争一样的情况 也并非绝无可能 你这个实在是想太多了吧 谁知道呢 总觉得这家伙虽然说出了一套道理 但看起来特别的焦躁 虽然这只是书方的直觉 但他觉得路草对人型机械人担任上司这件事情 并不看好是源于别的事情 然而面对这种陷入沉默的气氛 书方正考虑该怎么办时 紧急指令 紧急指令 测的警报响声 测特务组聊多 特殊调查组 瞬间笼罩在紧张的7分钟 书方 入草 甚至平日 微微缩缩的翡翠也表现得蛮凝重的 大家进入了专业调查员的状态 在区域11发生了枪战 评判断 当下警察无法应对 请特殊调查组第一组支援 重复 是在救市区吧 今天才是忙碌的一天啊 从早晨的列车劫持开始 又被卷入了街头演讲 连片刻休息也被打断 又遇上了枪战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然而 尽管抱怨着 书方已经冲出了走廊 路草和翡翠也紧追席后 评论 我相信 你相信 枪战啊 爱斗你留在基地待兵吧 今天也拜托你了 别拖后腿了 书方 你才别搞砸了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 科学如何发展 人们的生活变得多么美好 每天都会有犯罪发生 然而 要保护市民和城市免受危险 这一使命也始终不会改变 特殊吊杂组第一组的成员们 为了服刑各自的职责 今天也前往了现场 书方等人 率先抵达与大楼相近的地下室 停车场 宽敞的空间中 停放着几辆特种车辆 第一组的成员们 跑向了一辆相对较大的黑色装甲车 街道出动请求时 特殊调查组一般会乘坐 这辆特殊装甲车前往现场 车内类似于自卫队等运输车 前面是教室座 后面两侧有座椅 上面带着城友们的战斗服 简易的医疗设配和武器 翡翠坐在驾驶车上 书方和路草从后门上车 我们一直以来应该都是做好事吧 为了保护城市每天都在工作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偷偷摸摸的出动呢 最少一次我想可以好像电视剧里的警察一样 鸣笛者冲上现场 翡翠一边按下安全带的自动安装按钮 一边哭笑着 耳耳朵毕竟是个秘密不对 那个不能太隐人注目啊 如果你不满 你就自己下车跑去现场吧 请让我上车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迅速地做好战斗准备 翡翠也完成了出发准备 挖住了方向盘 然而他突然注意到了什么 立刻松开了方向盘 接到命令时 翡翠心神紧绷 但现在又露出了不暗的表情 他把手伸进口袋 又打开车上的衣表盘 像是拼命在寻找着什么 你想找这个吗 你把衣放在桌子上了 路草从后面探出身 将一面蓝色眼镜盒递向了驾驶座 这顿是翡翠所寻找的东西 翡翠的表情一下子明亮了起来 他点头鞠躬 然后打开了眼镜盒 取出眼镜戴在眼上 在这一瞬间 洛洛的青年气质变化了很多 那个直至刚才为止还在垂下的脸 现在正仰望前方 翡翠的脊椎 挺得笔直 启动自动驾驶 了解 正在探索前往目的地的十一号路线 到他现场需要多久 大概十分钟 换上作战服务的书方和路草 最后装上了耳赤的PDA 我整理了现场的最新资讯数据 现在将图像发给了你们 在书方等人的面前 浮现出几个全席投影荧幕 书方和路草操作的PDA 阅读者其中的幕僚 今天上午9时43分 区域11附近街头侦测机发进一名 与通缉犯极为相似的男子 侦察机自动报警 赶到现场的警察进行盘问时 男子开枪射击 其后男子逃往了救世区 与追击的警察发射了枪战 书方心里不禁想着 这还真是个电视剧 但现在实在不合适地说出来 那个男人是什么人呢? 是左翼激进组织费里登的成员 该组织已经解散大概一年了 是那时候逃走了小露露吧? 居城区域11附近的民众和废墟已经输上完毕 前面们请集中精力制服及逮捕犯人吧 翼翠在辅助自动驾驶的同时 也在用PDA紧密的掌握着分类着 接连不断的现场新情报 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 隔头射萤幕又逐渐消失 书方和陆草目睹这一切 甚是心配 已经向当地警察局的调查和SAT请求资源 到达现场后 请直接给他们下指令 与在办公室闲聊时完全不同 翡翠肺的平静滞落 书方和陆草相似了一眼 爱斗一戴上眼睛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比你可靠多了 什么鬼 你为什么总是只对我多多逼人啊 当大家第一次见到 翡翠这样的转变时 不仅是书方和陆草 特殊调查组的所有人都被禁到了 凭借这个认真模式及解析能力 在奥尔多这个人人都有着浓厚个性的特务组织里 翡翠成功得到了众人的信任 进入了认真模式的翡翠 继续共享得到最新的情报 这次的事件包括我们一组及支援队 共有50人应对 众多人 对方只是一个恐怖分子吧 不 根据警方追局 他们在旧市区发现了更多残疑分子 与党门都携带着枪械 那我们也要出击人手才安全啊 旧市区 在建造海上都市时 成为了废区或被淹没的区域的 昵称目前主要是贫困人口的居住区 此外 旧市区大多是成为了贫民区 许多反社会势力都隐藏在其中 组织数量庞大 警方也应对不利 事实上旧市区的治安状况一直被视而不见 啊? 怎么了? 刚刚监察部发来的讯息 翡翠欲言又止沉默了片刻 稍后犹豫后 他终于继续把话说了下去 调查组的新组长似乎也正在另一辆车上赶到现场 是那个人型机械人上司吗? 对于书房困惑的声音 翡翠微微的点头 新的上司是个人型机械人 已经足够让人惊叹不已了 没想到竟然还会在现场出示见面 他让我们到达区域11后就要遵守市长的指示 第一天要投入现场?没问题吗? 我不觉得我们配合得来 别看着我说 翡翠坐到驾驶桌上 也一脸担心的注视着后视镜 路草轻轻叹了口气 明白了 我们会遵守心伤蛇指示 即使抱有不满 路草也知道别无选择 能否接受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得赶快了 翡翠踩下了油门 装甲车超过自动驾驶的固定速度 冲过悬在海上的桥梁